近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最新的报告称 中国首次超越美国 成为提交国际专利申请的最大来源国 在这其中 中国高校功不可没 申请国际专利对于高校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何才能既有数量又有质量 来看报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 2019年 中国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合作条约 继PCT体系共提交了58,990件申请 自1978年的PCT运行以来 首次超越美国 位列全球第一 从这份动态数据图中可以看到 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的数量每年都在大幅度上升 在教育机构榜单中 上榜的前十所高校有四所来自中国 其中 清华大学 深圳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 分别位列第二 第三 第五和第七名 这是高校创新能力 科研能力 以及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的一个信号 这也是高校在教育改革中产生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效益机构榜单中 清华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通过专利合作条约申请量增长较快 梳理高校国际专利类型可以发现 高校的国际专利申请和授权都与学校的传统优势学科相契合 比如说经济化工 高中装备制造 还有新材料 领域的这种国际专利申请的比重是比较大 梵江丽是大连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是开发具有血液细胞分类选择性的荧光成像燃料 近年来她带领团队取得了不少国际专利 最开始我们申请国际专利的时候呢 我们就认为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就性能很好 我们就想把它先保护了再说 但实际上现在我们申请国际专利的时候 我们是已经是有把握 那么这个我们所想要保护的这些化合物或者它的应用 都是在能够打破国外的垄断 能够对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有贡献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樊老师告诉记者专利研发和申请过程 对于团队成员来说也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提升的过程 对于数学生博士生来说 很多学生都是在做基础研究 我们申请中国专利就是国际专利 他们就知道我做的这些东西 原来是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建设是非常有用的 也对将来他们毕业之后的工作走向 也是有一定的建设性的建议的 一方面国际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 为世界前沿科技贡献了更多的中国智慧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思 在国际专利数量增加的同时 如何提升质量 让质量与数量同频共振 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不能只是关起门来自我欣赏 我们要得到企业的肯定 要知道我们做的东西 他们将来能用得上 还是要特换来对你看得起的事情 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是能体现出高效开展国际创新 和国外这个资产保护的这个能力 但是但是更重要的是 这个国际专利应该是高效来作为 你选出来的高价值高水平的 这种科学研究和基础创新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那么与高效的利得数人 高效的科学研究 师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要有机结合 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 与现在学校来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的这种建设 来通平共振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国际专利申请的初衷